-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现象里面是立财Superman 今天台股好像又重回生机一样 一路的往上涨 涨到现在涨破白点 那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管是通膨也好 联总会也好 还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也好 真的有太多的观点 你必须要去统整资讯 那如果你平常又要工作 或是你平常又要顾小孩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掌握这么多资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我们群组里面看我们写的文字 或者是你看我们录的节目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 帮你去掌握第一手资讯的好管道 好那我们在今天先来帮大家讲一下 就是台股在昨天 你会发现好像要死不活 我还记得昨天台股是大跌三百多点吗 盘后也没有让投资朋友太过于乐观 因为是先跌 跟着美股先跌 那美股在昨天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有忽然出现一波反弹 但你会发现盘中的时候 又一路震荡往下一路震荡往下 到后面感觉要起始回生以后 但是他又没有起始回生 在这个地方就是疯狂的震荡 可是呢 在这段期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消息传出来 然后不管是在联准会的官员发表了新的谈话 还是市场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升息的步伐 都有不一样的改变 那到底哪些不一样的改变 我们后面来跟大家一一的复习一下 但重点是你今天看到了 台股在这边真的就要起始回生 你看他已经涨了将近一百多点 昨天的夜盘还是下跌的 所以其实台股在今天这样子的表现 我相信是很多投资朋友想象不到的 不过如果你有在我们群组里面 我昨天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观点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真的不要太害怕 我们宁可昨天一天跌三百点 你也不要一天跌六十点 然后跌一整个礼拜 因为那样子真的很痛苦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加速赶底的过程 我告诉过你说台湾的经济基本面 以及货币供给在现在都没有出问题的情况之下 多头架构还是没有被破坏掉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样子的反弹 说真的你也不需要感到太意外 因为昨天那样真的是太恐慌了 好那在这段期间里面 为什么我在开头的时候写了三大观点 因为这段时间市场上面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膨 第二件事情就是联准会 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 那关于这三件事情的观点 我都有写的非常清楚的 在我们的Telegram上面 而且这个观点还不是跟市场一样的观点 因为市场上面怎么写 我来我来告诉你 首先市场上面大家看到这个通膨已经爆炸了 会跟你讲说哇这个通膨要起来了 然后再来这个通膨概念股准备要喷射了 联准会在三月的时候一定会升息两码 全年就是一直升息一直升息一直升息 很多市场的人都这样跟你讲 但是你看我们在2月11号在Telegram里面 我跟大家讲什么 联准会真的有必要在三月升息两码吗 我认为并不一定 你要想当时市场大部分 我说的大部分简单来讲 就是大概九成的人都在跟你讲 说三月份一定要升息两码了 我在那个时候告诉你说 不一定啊 为什么联准会一定要在三月升息两码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通膨数据都还是在掌握之内的 所以说其实联准会他们自己到底想不想升两码 这件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想要升两码这件事情是市场自己觉得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先提前跟大家讲了 逆着市场讲 告诉你说不一定会升两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点 有没有被印证正确 因为我在当时也说过了 通膨很快的就会见到高点 然后即将反转向下 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这两个月之内 果不其然我们看到昨天这一个纽约的联准会 他们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 这份报告里面的调查怎么样 一年期的通货膨胀预期 跟三年期的通货膨胀预期 居然开始反转向下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就印证了我们前面刚刚的观点 我告诉你 接下来通膨将会平稳下来 是不是得到印证了 这个是联准会就 这是纽约联准会他们发布的报告 非常的有公信力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通膨的拐点确实已经出现了 再来第二个 关于联准会他们到底在三月份会升息极 我告诉你 在昨天之前 有九成以上市场的人都觉得会升息凉码 可是你去观察最近联准会官员他们发表的谈话 像是旧金山联准会他们说什么 升息如果太过鲁莽和激进 会破坏经济成长和物价稳定 这件事情不是联准会想看到的 再来还有什么 李奇蒙联准会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在接下来之间 可能会有时候要升息两码 但似乎不是现在 光是这些联准会的官员 放出这些鸽派的讯息以后 你就看到市场的情绪 瞬间就转了 怎么转 你看我们昨天这个Fat Watch 就是我们去观察联准会 它到底升息的市场预期的几率 我们有这样的工具 从上个礼拜 我们2月11号跟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认为升息两码的几率 还有93.8% 在昨天已经降到了59.8% 所以你会发现市场的情绪 在这边是非常变化 非常非常的快的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踩稳的观点 我们没有跟着市场随波逐流 今天就算这个升息两码的几率 市场认为有九成 但我就是不这样子认为 我把我最真实的观点来分享给你 我希望你可以把握住这些观点 然后去判断现在市场 到底是超涨还是超跌 那这个时候你很自然而然的 你的胜率就会比人家更高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而不是跟着市场随波逐流 如果你喜欢去看那些 大家跟你讲通膨就通膨 讲升息两次就升息两次 那你就去别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看很真实 很数据的东西的话 那就欢迎你进来我们去组看看 好那再来2月14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大家就在想说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好像真的要打起来了 这个时候市场外面就分两派声音 一派就是说要打一派就是说不要打 那说要打的就是 哇他们已经打成这个样子 他们已经炒成这个样子了 俄罗斯的军队都已经压到乌克兰边境上面去了 这个能不打吗 那人家说不打的那派说什么 这个俄罗斯只是在那边做做样子 不会打 你会发现市面上面很多的分析 其实都非常的表浅 但是在我们的台课里面 我一样告诉你 最重要的观察国际关系 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一般小朋友打打闹闹而已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美国的决策核心原则就是什么东西 符不符合美国利益 我问你哦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符合美国利益吗 不符合吗 怎么会符合 那对克里姆林东当局来讲的话呢 他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当然也是要利益啊 国家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请问他现在跟乌克兰打起来 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啦 如果他真的打赢了 那他付出的代价也没有很多的话 他确实普丁可以实现他们的 斯拉夫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成就 可是在现阶段看起来 几率并不太大啦 所以他们就是要来捣乱 为什么 因为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他们要拿到最多的利益 这才是真的 所以我告诉过大家 在Telegram上面 最好的状况叫做以拖待变 这是在昨天我写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怎么样 俄罗斯大家说 2月16号就要去攻打乌克兰了 那普丁自己跳上来灭火 他自己出来讲 讲什么 我们愿意跟美国继续谈 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再跟你拿更多好处 我没有真的要打 我真的打起来以后 我就拿不到什么好处了 因为你就摊牌了 没有摊牌之前你都有机会 所以普丁在这边说 你们这些美国人 你们这些西方国家 不要在那边乱讲 要不要开战是我普丁决定的 那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说要开战 你一直说我2月16号要去打乌克兰 这什么为事啊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所以我们在观察国际关系上面 你不能人云亦云 你也不能看得太过表浅 而是你必须要去切中 到底分析的重要的核心观点在哪里 你没有切到这个核心观点 你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不稳固的 好 除此之外我们回来台股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观点 实际上面我们在分享产业 以及分享个股上面 也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包含在过年期间 2月4号的时候 我们这档节目台股九空格 里面我就告诉你了 为什么我选长荣航 我认为第二季的时候的客运爆发 那在目前这样的产业趋势 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在当时告诉你航空股的高点还没有到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我也告诉你航空股的高点还没有到 而且为什么我选长荣航 而不选华航 是因为长荣航的成长性比较高 这些观点我们都写得非常清楚 都分享在我们群組里面 那你看今天怎么样 长荣航有没有创新高 恭喜真的创新高了 当然我们自己手上的股票 在之前稍微修正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出场了 可是我也在当时告诉过你说 我对航空股的产业趋势 这个观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还是认为股价高点没有到 只是因为盘式短期上面比较波动 我们要贴紧盘式去做操作 那我们从农历年以后 你看一路涨涨涨涨涨 我们看到了长荣航真的创新高了 而且他比华航还要早创新高 华航到现在还没有创新高 长荣航已经先创新高了 那我要告诉投资朋友的是 其实在现阶段 你只要把握好观点 你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你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时间将会成为你的朋友 所以你必须不断去吸收正确的观点 那些阿里布达的观点 你就不要去看了 你要看就看最好的 那除此之外 再来大家关心的是 到底接下来美国升级 台湾会不会升级 我要告诉你 美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美国目前的核心PCE 就是他们的物价指数 高达4.85% 这个不是CPI 是PCE 那联邦基金利率 就是联组会的利率是多少 是0% 所以他们有急于升级的压力 但你看一下台湾 台湾的核心CPI年增率 只有1.84% 而且目前台湾的重贴线率 是1.33% 请问台湾现在有升级的压力吗 没有 所以说其实美国这边的货币紧缩政策 跟台湾的货币紧缩政策 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 台湾央行当然在今年的下半年 势必也会跟进美国稍微升级一点点 但是不论是在升级的幅度 还是频率 都不会比美国还要来得更激进 所以台股的资金在这边 不会被大幅的收回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经济基本面 以及企业的成长 如果你把握好了这两个东西 你就很自然而然可以挑到一些胜率比较高的股票 这些股票以及产业 以及台湾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 国际的政治局势 我全部都会分享在我们的Telegram里面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清楚看看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地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